今天是我和我最爱的人陆思青 在一起第999天的日子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不愿意 陆思青 三年轻时遇他不辞而别 你还留着这个渣男的回忆干什么 杀了杀了杀了 思青你别 全给你杀了 呢 以后别再想着这个渣男了 听见了吗 现在你要做的 就是好好准备后天你和张明雨的婚礼 张明雨和思瑶 我去 你未婚夫在大婚前跟你进门约会啊 思瑶啊 你就别生气了 啊 要不是陆思青的设计稿被富士集团看上 我才不会娶她 你这几年靠着陆思青的设计稿 你拿下不少项目 真就对她一点感情都没有 开什么玩笑 像她这种蠢女人 只是我为了达到权利和利益的工具人罢了 等富士集团的设计方案确定好 我立马就跟她 谁会喜欢她这种二十九岁的老女 哎 思瑶啊 我的心里 只有你 photoshop 不 没人 并不是女高博 千万 不 玩 你 老师 我跟你说 身边最多的 就是帅哥 张明宇那个公司的设计中稿 什么时候啊 听说他和设计之后就要结婚 可能要耽误几天 结婚 要不我去吹一下 不用 好的副总 你一个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离旅信不要太近 千万别再过敏发病啊 知道了 哈玉 竟然对他没过敏 哈玉 不好意思你认错人了 哈玉你别走 请你自重我们没有见过 站住 为了我闺女就想跑 这位先生 体质特殊 和大多数女性接触 都会不同程度的 共勉感 对女性共勉 不够还好 等他醒来 就可以住院了 谢谢医生 思青 这个人体质那么奇葩 怎么可能是你的爱 你还是赶紧把那个渣男给忘了 世界上 真的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两个人 阿玉 你这是什么呀 胎记 出声叫叫 医生说 取不了 他手腕上没有胎记 啊 思青 我去 他居然对你不过敏 难道说 你俩就是天生一对 他就是适合抢婚的最佳人选啊 你醒了 你醒了 你别碰我 啊 你刚刚思雨都是瞎说的 你不要当真啊 没有 我讲真的 我们可以给你钱 不会让你白抢婚的 好了思雨 说到底是你让人家过来的 我怎么知道他体质那么奇葩 虽然还对我这么的青春美上的过 你还觉得 哪里有什么不舒服吗 要不要叫医生啊 你们可以走了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们没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后续可以随时打给我 你怎么能一个人去设政馆 那种人员杂乱的场所 要不是我现在派人跟着你 都不知道现在躺在医院呢 没事 让你找到我那个小时候的朋友思君 找到了 你 我叫你哥 你给我 哥哥能追过一刻吗 好 阿神哥哥 别等 希望你等我 我回来找你吧 我让你等我 我希望你等我 我会回来找你的 你拿去 好了你走吧 最近确实有个叫思青的 找到了 不是 那个思青是后天要和张明宇结婚的设计师 而且他姓陆 思青应该不会平白无故感性吧 不过这个昵称 对方可靠吗 不过这个昵称 对方可靠吗 你不健康 这些折子 这个买家太靠谱吗 优质靠谱男 我怎么感觉这人不太行啊 好了好了 我帮你找的抢婚对象已经在等着你了 你快点去聊 这折子就交给我了 那行吧 抢婚比卖折子重要 走了 好好跟人家聊啊 如果聊得好 直接在婚礼现场远地结婚 请问一下六号桌子 你好 我是 是你 你不在医院待着来这干什么 这个应该是我要买的桌子 你就是那个 优质靠谱 优质靠谱 啊 啊 呢 这不是你吗 这是我朋友 是我要买你的桌子 原来就是你要买我闺蜜的桌子 呢 你 能出多少 如果真的是我要的那个价格随便能出 这么好吗 你这朋友也太不靠谱了 让他帮忙抢个婚 他直接让我嫁了一样 关键他是真正的照片 这美眼成不鸡妈都不认识 你准备出多少钱 这个人跟思青初恋长得那么像 要是让他去抢关 张明与娜的垃圾肯定有气负 就这么干 干 我是说这桌子不要钱 你别跟我绕丸子 多少钱直接说 这个桌子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重要好啊 就他不重要呢 我闺蜜你还记得吧 哈玉哈玉你别走 是不是长得 漂亮 这桌子你到底买不买 帮我闺蜜个忙 这桌子就免费送你 说 浩天帮我跟你 去抢个婚 又是抢婚 嗯 你只要抢婚就能得到这个桌子 你不想要吗 算了 还是找人帮奶奶再定制一点 哎哎 你怎么走了啊 这是怎么这样 你不是说桌子对你很重要吗 别走 你 你怎么怎么样 折子卖出去了吗 别提了 根本就不成心 还说什么桌子对他很重要 我就让他帮你抢个婚都不肯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手中找到了嗎 那家反悔了 這是你過世的爺爺送給我的第一份 像樣的禮物 都怪我沒保存號給弄丟了 奶奶你們別急 我 我再去找那家商議一下啊 這衣服好漂亮 明天就穿這個結婚 黑色禮服啊 你要當寡婦啊 可不就是喪了 等富士集團的設計方案確定好 我立馬就跟他離婚 誰會喜歡他這種29歲的老女人 張明宇這個狗東西 利用了這麼久 活著也是天堂 幹的笑量 哎我跟你說啊 新的搶婚對象呢 我已經重新給你安排好了 但是我還是覺得 昨天那個跟史玉長的一樣的男人更好 可是他死活不同意 你還好意思說呢 那個卓子放在我這又沒什麼用 對人家那麼重要的東西 你還是好好想想 怎麼聯繫人家道歉吧 哎呀 你不是給他留了名片嗎 如果那個卓子真的對他那麼重要的話 他應該還會聯繫你的吧 阿晨呢 那手桌是你過世的爺爺 和我的定情信物 不管對方 想買多少錢 你給他就是了 他 不要錢 那他 要什麼 來了來了 你給他賣家的名片找到了 你管這叫名片 能找到的不錯啦 這個是我在垃圾桶翻了一頁才找到的 也不知道誰這麼手氣是誰這樣 平好給我 啊 平我嗎啊 快去想辦法 哎 要不是那個想報復的美少女不理我 也不用這麼辛苦 心好了 讓阿晨給你掌工資 保證完成任務 蠢女兒 明天你就要結婚了 希望張明宇 不要像你一個江南富士一樣 賺了錢就直接翻臉 要不是陸思興的設計稿被富士集團看上 我才不會娶她呢 像他這種蠢女人 只是我為了達到權利和利益的工具人罷了 媽 你放心吧 結婚吃虧的 絕對不是 是啊阿爺 明天思興結婚 他是絕對不會吃虧的 你們倆 是不是有事賣給我呀 你們倆 你們倆 哪有 我就是捨不得你 我就是捨不得你 副總 沒想到手桌的賣家 居然是我們公司珠寶設計的設計師 陸思欽啊 居然你們在幫他未婚夫 張明宇徒設計稿 為什麼 為什麼 阿智娜 這位陸小姐不接電話 是不是他不願意賣你那邊手桌呀 奶奶您放心 我一定會幫你把這枚手桌給藥回來的啊 你只要搶了婚 就能得到這個桌子 你不想要 哎呀 都怪我 你說 這手桌這麼重要 怎麼就讓我給弄丟了呢 看來 只能暫時放下服侍總裁的身份 明天配合對方有主席吧 思欽 你別說 這套黑色的婚紗 可比那套白色的好看多了 真是便宜了張明宇徒的魂道 對他來說 僅代表喪惡 對了 那個搶風對象呢 今天快到了 別說了 張明宇徒的魂機票 竟然想利用我的設計稿 去發現事實 做夢 表哥來了 表哥歡迎歡迎啊 來來來 裡邊去 哎 裡邊坐 裡邊坐 吃好玩好啊 今天來來來 裡邊去啊 哎兒子 那個陸思欽嫁給你 算是高攀了 我可沒打算給他彩禮哦 什麼 人家陸思欽本來也沒打算要彩禮 我這不是給他準備了幾百塊 表示表示重視 咱們這不是還得靠他的設計考 拿下跟富士集團的合作嗎 演個戲 八百這麼多 不行不行 給他一百我都嫌多 這婚後還得離呢 我可不能給他這麼多 你先去照顧照 我有個朋友來了 哎快點啊 雅雅 你來吧 是你啊 有事嗎 是來參加我婚禮的吧 開什麼玩笑 我怎麼可能參加你跟陸思欽的婚禮 雅雅 雅雅別走啊 知道了 在我的心裡 一直都是只喜歡你一個人的 我跟你姐姐結婚 也只是為了拿下富士集團的合作吧 明月哥哥 你是知道的 我真的很討厭你 有陸思欽這個同父一母姐姐這件事情 有他這個身份低賤的姐姐 我可太委屈了 所以啊 你可一定不要讓他好過 知道嗎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還有事 別跟著我 雅雅 雅雅 喂阿姨 我馬上到了 阿琛哥哥到了嗎 她說今天有點事 你呢 今天先過來 咱們談談你們兩個婚事 好的阿姨 陸思欽 馬上我就會 你這輩子 再也比不上我 搶婚的驚喜準備好了嗎 一切準備妥當 陸小姐看了 肯定滿意 婚禮馬上開始了 我們現在出發嗎 出發 完了完了思欽 那個答應搶婚的狗男人 拿了我們的地金 帶著他的小姨子跑了 什麼 朋友們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 響起熱烈的掌聲 有請新娘 幸福 入場 巧不能跑了 那現在怎麼辦 一 沒有 我 沒有 誰呀 誰讓你們來的 來人啊 把他們給我趕出去 誰幹的 究竟是誰幹的 我去 四星這個是你安排的嗎 太絕了啊 不是你安排的嗎 婚禮現場來了驢蛤蟆可不吉利啊 肯定是陸四星在見人 陸四星 陸四星給我滾出來 你滾滾 陸四星 陸四星你給我出來 今天結婚我兒子不結了 不結正好 等的就是你那句話 我給你準備的那套白絲婚紗呢 你是指你媽從垃圾堆裡 給我翻穿了這件破爛是嗎 哦 我給你準備的那套白絲婚紗呢 那是要用我 這 這女人不能要啊 明月 趕緊的 這婚不能結了 你趕不及 我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竹腦子 煤的什麼 你那天和四瑤都談話我都聽見了 要不是陆思青的设计稿 被富士集团看上 我才不会娶她 谁会喜欢她这种29岁的老女 好好好 你早就算计好了 算计都成了 我就是想让大家都看起 感情骗子的真面目 今天没了我 我看谁还敢要你这个29岁的老女人 我要 思青 你愿意嫁给我吗 思青 你愿意嫁给我吗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来请 如果他是阿姨 今天 是我和我最爱的人陆思青 在一起999天的日子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妈终于答应我们在一起了 姑娘 经常跟你在一起了那个帅哥前天好搬走了 搬走 我看他门口来了好多辆豪车 好说出国去了 不可能 阿姨不是这样的人 他不会不辞而别的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止 哎 哎现在小姑娘太好骗了 我最爱的人陆思青 你愿意嫁给我吗 思青 你愿意嫁给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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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阿姨 快接啊 我愿意 谢谢你今天能了 希望你可以新生方言 什么 哎呦喂 老片眼眼 我兒子怎麼找了個這麼不要臉的女人 呢 踢團出款陸四季你不要臉 你請啊 這錯的明明是他陸四季 讓這 天荒的人明明是 我只是當著你家親子的 讓大家看清楚你的為人吧 你 這個賤人 哎 兒子子青也是你這種小人的罵的嗎 兒子你沒事吧 四季啊 這他媽是從哪兒找的眼的人啊 別弄死你了嗯 我看你一個人挺熟呀啊 富士集團和他公司的合作 我意向都是周凱在對接應該 人所人的吧 這誰啊 我之前不是跟你說過嗎 食欲 我的初戀 初戀 隨便吧 殘忍又不是真的要去 啊 你是陸思青的初戀是吧 初戀 一會兒再跟你解釋 天哪 就是直接來個新娘 好說法了呀這個 你還真別說 就初戀看起來比新郎可靠譜呢 就是 是這個男人都比你張明宇靠譜 這個小靠著我私欣給的設計 他上富士 靠女人生 你算什麼男人 怪不得他想找人搶 原來是個被騙了感情的可憐人 閉嘴 都他媽給老子閉嘴 你嘴 都他媽給老子閉嘴 呦呦呦呦 大家快來看 被我說中了吧 張明宇 我當初真是瞎了眼才會看上你 裝什麼裝啊 我看這些年 你壓根就沒給你這個初戀分開過 你就這麼甘心挨罵 受了委屈就要打回去 我後面受了委屈 我幫你打回去 你都傷成這樣了 你還逞強呢 真的不是他嗎 什麼 我剛回國沒幾天 應該沒人知道我是富士總裁吧 他這話什麼意思 兒子 我看陸思興 和他身邊的野男人 都不是省油的燈 趁著沒結婚 趕緊把他揣了得了 子曉 確定要跟你這個初戀嗎 他這種蠢女 是我為了拿到權力和財富的工具 人罷了 我們走吧 搶婚這麼簡單就結束了嗎 搶婚這麼簡單就結束了嗎 陸思向 你他媽別後悔 就算沒有你的設計港 我他媽一樣能跟富士集團合作上 到時候 就算你跪著來求我 我也不會要你的 你幹什麼 別亂來啊 你說你能跟富士集團合作 關你屁著 這是我跟陸思興的事情 別他媽在這自作多情啊 哎哎 放手放手 我在我跟思青面前 別滿口噴粉動啊 懂嗎 懂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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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想 你和富士集團合作 如今沒了露思青 你拿不到 以後不該走情思 不要動 他難道和富士有關係嗎 你一個破賣壞的在這装個什麼種啊 周南女 你不是喜歡過露思青嗎 過兩天 這樣 今天原本定的那個搶婚的人 拿著我的定金帶著那小姨子跑 還好有你及時出現 幫了我一個大忙 拿給你 難看在不逆中 這算是幫你搶婚的謝禮嗎 是 就算你今天不來幫忙搶婚 我也會等今天過後主動去找你 什麼意思 之前思雨拿著這個卓子冰搶婚 是跟你開玩笑的 這卓子是我小時候見到的 當然是要把他給到覺得他重要的人手裡 才更有意思 你不怕我騙你啊 我都聽思雨說了 你啃出高價買肯定是真的對你很重要 所以我相信你 我還是給你錢吧 你打算賣多少我找給你 真不用 你今天幫我這麼大一個忙 讓張明宇那個垃圾得到教訓 這折子就當是還給他的主人了 原來他人也蠻好的 看來之前是錯過他了 沒什麼事的話 那我就先回家了 我為了不讓我媽經歷今天的事 給他吃了藥 早早就睡一下 所以我得趕緊回去 哎你 還沒問你初戀跟我長相一樣的事 副總 明月設計的合作已經終止了 你去查一下這位陸思清設計師的具體信息 好 特別是小時候的事一定要查清楚 看他 改信 這不可能吧 除非他有個閘電 你就別生氣了嗎 我不讓你去婚禮現場 那我不是怕你高興拿到 我生氣是因為張明宇那個渣男竟然 竟然跟那個氣泥不過的 渣爹一樣 你 好了好了媽 你別生氣了 張明宇他今天已經得到他您的 我爹他肯定 他算哪門時間 你五歲的時候 他就跟外面的爺女人私婚不管你了 說你當中學期曾經那麼好 要不是我被他期待病重禪師 你考上那麼好的大學去不了 就能在家照顧我 好了 我們不想就行 我們現在不是過得挺好的嗎 媽 你還記得 十日 十日 媽 媽 我和阿玉都已經在一起這麼多年 他對我特別的好 你不答應了 我 我 媽 不乾淨 你對毛孟阿玉才會給騙你 一般我當年 就阿玉他不會的 你當時 我和阿玉絕對不會在哪裡 是我媽的寶 那 那你再也帶他 成為人家裡再給你 太好了 你知道嗎 他們已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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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想啊 你还记得它吗 啊 妈 妈 你还记得它吗 妈 妈 妈 不就是當初你演瞎 才能那個男朋友嗎 就是下輩子我也忘不了他 媽 哎呦你這麼說自己女兒的 算算 好好的你替他幹嘛 他三年前不是人間蒸發了嗎 我這兩天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和時鈺長得一模一樣 簡直就是雙胞胎了 可是前女生說時鈺加就他一個 我也奇怪啊 不過我這個朋友他有一個怪病 而且他手腕也沒有時鈺的胎氣 什麼 是我 怪病 他對大多數女人都不明白 他一碰到女人他全身就起紅枕絲 然後暈倒 這種怪病 那他怕是不好找女朋友了吧 媽 你就不能看人家好 我說的是大多數大多數 其實你這麼說 難道他病不夠嗎 那是 你該不會就起關上好了 我 受了委屈就要打回去 卡納拉 斑地步 do 當心呢 當心呢 查 很喜歡你 你幹嘛呢 我還你就是點心的念了 經過你那個家爹 又時鈺 張明這三個大男的事兒 我算是徹底想明白 找完了 你找老實靠主 那外表都是虛的 過後這並沒有要 好好好都聽你的 思青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願意 我看你了還是沒走 我經過你扎疊的一次我就醒悟 你是同樣的事經過幾次你就醒悟 不給 跟你說啊啊你 喂 思雨 怎麼了 思雨 怎麼了 明天高中同學在一號酒店聚餐你還記得嗎 哦 對對對 這幾天光黃地處理張兵雨的事了 差點把這麼重要的事都忘了 你記得好好打扮一下哦 當初那個追過你的周浩也會去 他現在可是富士集團的主管呢 萬一你 停停停停 我喜不喜歡他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就是富士集團的總裁 我跟他也不可能 你不喜歡他 那你喜歡誰啊 你該不會喜歡上今天那個強婚的吧 你別嚇他啊 也不是不行啊 他長得夠帥 還跟食欲長的一樣 最主要的是 他對大多數女性過敏 卻對你不過敏 這不就是天注定的一對嗎 好好把握哦 不是 我連他姓什麼都不知道你的 我還沒拿去一家他連接方式 你會見不著 還知道 不不不不 我覺得你倆很有緣分 聽我肯定還能再見 沒錯 就是這個手鐲 這上面的裂痕 是你爺爺當年送我的時候 被我不小心弄傷的 這樣 我都想不去找他的時候 就不會怪我了 奶奶您別瞎說 您一定會成為白孫 醫生都跟我說了 我不了幾天了 我現在 最希望 你能領回一個孫媳婦 讓我看看 孫媳婦 孫媳婦 你願意嫁給我嗎 我願意 我願意 你笑什麼 然不成 你有呢 你告訴我嗎 哪有啊 我是這些 您一直在找我小時候的晚版孫媳婦 你又不是不知道嗎 我有哎 你跟我開玩笑的 你竟然 你竟然 這算下來 他現在也差不多快三十了 估計 人家都結婚了 你也趕緊的吧 哥哥能給我一顆嗎 喏 阿神哥哥 你別走 希望你等我 我會回來找你的 哎哎 小師父的成功 對方不一定 我懂得 哈哈你个死闹筋 跟你过世的爷爷一个样 不过 你要答应奶奶 这没几天呀就要过年了 你今天一走不到小四季 你就准备接受相亲了 奶奶 我一定会承诺她 对了奶奶 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四季的母亲是什么 四季 她是我一个老闺蜜的女儿 姓 姓陆 姓陆 陆四季 她爸姓四 好像没听着她随母亲呀 除非她爸爸离婚后 她跟母亲 难道她真的感兴 副总这是 查到了吗 什么你让我查的事情很多 是 陆思青了 哦 陆胜这事啊 已经去查了 就是最晚今天晚上就有她的消息 希望真的是她 啊 副总 这是今天晚上 去一号酒店才上过的资料 里面有富士集团新入职主管 多号的资料 一起确认一下 副总 你尽管查清楚 陆思青的所有行星 啊 要准备好了吗 哎呦放心吧 今天晚上 保证让那个陆思青 乖乖的爬上去床 不是 你就这么恨哪 哎呦说什么呢 我是不是为了撮合你俩吗 再说了 你现在可是富士集团的主管吗 到时候 可别忘了咱们两家公司 直接的流浪合作 思雨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早知道张明雨也在里面 我早上就应该直接睡过去 怕什么 骗昏的是他丢人的也是他 咱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不不不不 回到欧阳的 不知道 什么 cil 哼 聚个餐还压仇呢 该不会是跟昨天那个野男人玩嗨了吧 早知道张明宇今天也要来三家同学聚会 我就不应该 真会 干嘛的说什么呢 好了好 过去的事咱们就翻篇 大家呀好好吃饭 待会我喝了以后 已经让你愁省上头条 就是啊这么久没见了 今天哪好处呢 当初我们同学主教 你这一天是最好的呢 我在一个真是太狠 陆思琴高中毕业没钱上大学 这些年啊 他就靠着那些过来玩意儿啊 正在收莫费 你这丑东西怎么说话呢 你那小作坊 要不是我们私卿 早早逼了 虽然请自愿你不是好赌 你也必须 我们现在在公司里面工作 那可是我们将一次最大的公司 谁知道心思当意 还行吧 我刚进去呢 就当初年薪差不多 永远不够 天哪 竟然在不许集团当主管 以前当初没跟周浩在一起 可真是亏大发了 这女人是女人是女人 怎么不带过来给我们看 我没男朋友 我就知道 昨天那个女人 是你故意长得气了 你不放屁没人把你当哑巴 四亲 你这也不行呀 跟名语不合适 你也得赶紧着手 一个 就是就是 我们都结婚了 四亲 你今天都快三十岁了 还不找一个男朋友 就变成老姑娘了 要这样吗 四号现在还没结婚呢 刚是不是喜欢四亲 喜欢的不要不要的吗 是不是一直在等四亲啊 你嘴巴这么甜 走一个周浩又一个周浩的 要不待会结束了 让他带你去开房呀 哈哈哈哈 哎呀好了好了 大家都别闹了 四亲啊 有喜欢的人啊 这昨天才跟名语吹了 这我还是有新的呢 四宇你别想 四宇她是开玩笑的 大家都别当真啊 别啊 我们都想看看 别飙的名语 到底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啊 上师啊 我倒要看看是你的新欢有钱 还是我们故事集团的主管周浩有钱 你没必要 你没必要比 那个张明雨昨天见过呀 你们不信可以问他 是不是帅的孩子 怎么回事 他什么时候你喜欢 哎长什么呀 有多帅啊 开什么车啊 你得拿着他 先生喜欢的人 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也不能呀 就是个臭外话 你那不也是学艺术的吗 知道在哪高就呢 要不让周浩给他在富士集团安排个活儿看看 谁这时候打电话 是你喜欢那人打来的吧 我叫他过来吃饭 喂 是思心的男朋友吗 男朋友 请问你是 啊我是他的高中同学 啊你现在来一毫酒店零六包厢 思心他喝醉了 就需要人来接呢 这才多大 就醉了 你说你这人不怎么样吗 就是个破卖画的 要不要我们周主管给你安排个工作啊 不好意思啊 请问您是 我人在一毫酒店 等我 这声音怎么那么像昨天那个人是谁啊 好像是昨天那个抢婚呢 那他要来 他说他要来 我问问他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码 你什么呀 昨天你不是在医院给过他明天呢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什么呢啊 该不会是编个个故事 不知道怎么编了 没事啊 思心 等你的新男朋友来了可以跟我比 比 看看到底是谁会吧 哎 怎么会比我们周主管中的好了 除非他是富士集团的高管 ABOUT 不跟他们说一块了 我们俩上还有事 先走了 哎 陆思青 别急着急啊 这么着急去摆单 卖那些破浪团件 那些东西能挣起自己 来 同学们 我们一起干一杯 我不 喝了这杯酒 我给你的新男朋友 在富士找个工作 喝 什么 我来晚了 你怎么真的来了 结我女婚回家 这还挺好 比10一和张予云强端 那天呐 子青你男朋友也太 太帅了吧 也不是长这夜着的 我老公又是有這麼帥氣 直接買套房索裡面 什麼意思啊 確實你 事情我懂你 懂什麼 這兩好一世界大戰明天直接說呀 哎 傻哥要不 你坐下吃會 啊如果不吃的話 咱們走 今天周日待會兒 還有大事大事 私欣男朋友對吧 我姓傅 對我女兒 我姓傅 我姓傅 我們傅氏集團的總裁也姓傅 你 我的天哪四季啊 你男朋友該不會是傅氏集團的 那個 我哪知道 聽我說呢 這不就姓傅嗎 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我不是跟你們都說過了嗎 他就是個臭賣話的啊 他 他呀 就是私心的初恋 叫叫那個什麼 我之前不是跟你說過嗎 食欲 我的初恋 食欲對 傅食欲原來跟我找的一樣的那個人叫食欲 居然跟我那個後媽一個姓 傅先生 話不好賣吧 我現在是傅氏集團的項目主管 私欽呢是我之前的高中同學 看在他的關係上 我可以把你安排進傅氏 我不是某個第一季旨 就憑你啊 我一進傅氏就是主管 雖然沒見到總裁的面 但我相信一年之內肯定會被破格升為總監一生 口氣倒是不行 你就是周浩嗎 沒錯 這位就是周主管 你個出賣話的還不趕緊求求人家 給你個職位做 你確定他能成功入職嗎 聽他這意思 難道他和傅氏總裁有關係啊 我可是名牌大學畢業 還有世界五百強的工作人 我能進入傅氏 那是給傅氏面子 周浩簡歷造假 履歷全部都是胡編亂造 人是不怎麼做事的 我馬上去找 但是我怎麼聽說 傅氏集團有人簡歷造假 不出意外的話 今天就會有人通知他拒絕其不知 不會是他吧 放屁 他就是個破賣話的 他知道什麼富士集團的事 我什麼時候承認過我是賣話的 他 他不是你初戀嗎啊 是你跟我說你初戀食欲是畫畫的 但我又沒跟你說他就是食欲 那他是誰啊 這誰啊 我之前不是跟你說過嗎 食欲我的初戀 他明明就跟你那個初戀食欲 長得一模一樣 照片 照片 你有照片 偷看女孩子的包不禮貌 都別爭了 我也在富士集團認真周浩的事情 你都知道 你在富士集團上吧 騙虎的吧 你什麼學歷也能進富士集 該不會跟思青一樣 這是個高中畢業吧 可你小的 你的那個外國大學是花錢救你 簡歷也是找人做起來 你有什麼資格在這找我 他怎麼知道的一清二楚 周浩 這該不會是真的吧 思青 還好你當時沒答應 不然就被騙了 周浩 看你這麼慌張的樣子 傅先生說的應該沒錯吧 思青你聽我說 你別聽他下說 我絕對沒有造假 我這裡有富士集團的入職報告 不信的話我都可以給你們看 看到沒 看到沒 富士人士打來的電話 肯定是催我入職的 喂你好我是周浩 是不是來催我入職的呀 你想多了 你簡歷設計造假 雷雷也沒有一向是真實 因為你這個垃圾 我們副總差點把我們整個人事部都撤了 明天不必來入職了 以後和富士有關的企業也對你永不錄用 不想念 原來你是這種人 今天這飯 怕是吃不下了 不吃了 走 我帶你去別的地方吃 思雨 我們走 真羨慕啊 思青能找到一個這麼有錢又帥氣的男 朋友 我老公要是也能在富士集團 有個職位的那就好入 看什麼看 哎明月你幹嘛去 你幹嘛 還以為你什麼富士集團 別讓我再出來 你哥 我哥 我該等著我 哥 我大好大哥 你在富士集團 究竟是幹什麼工作的呀 關你屁事 你 思青 那個你看在咱們倆 這麼重點感情的份上 有情有情有情啊 你讓人這種小公司 你跟富士集團合作上 感情 你是說這些年你拿著我的設計稿 到處說是你媽的這件事嗎 還是 拿我的設計稿去談項目賺了錢 全給你媽這件事 看來張先生還是個媽媽 哎 富士集團 誤會了啊 想 我聽我解釋解釋 都解釋的還不夠 你 我說過了沒有路思青社系統的價值 富士集團 富哥 富先生 這個幸福的究竟什麼來的 沒想到你竟然在富士集團工作 真羨慕 我要是學歷好點 說不定也能去這麼好的平台 我之前看過你好的設計 這個陸思青對珠寶設計還蠻有 可 他是幫張明宇設計合作的 你不是夏立 不和明宇設計合作嗎 你覺得我畫的稿子怎麼樣 很好 比那些科班出身的畫的有流星 很有自己的風格 要是富士集團總裁也這麼想就好了 富士是將一座珠寶產業最好的公司 真希望有一天副總也能看能力選人入職 你要是想進富士的話 我幫你認真的 思青 走 擺攤去了 擺攤 你們說的晚點要去干大事就是擺攤嗎 這裡面 可全都是我設計的寶貝 我呢負責設計 思雨呢負責銷售 他竟然生活這麼辛苦 我幫你們吧 我去 麥巴赫 姐妹 咱今天是要開好車擺攤了 你說這人是在富士集團幹什麼的呀 他怎麼能開得起這麼好的車 我勸你 牢牢抓住他的心 他 起碼比你那個初戀時遇強百倍 哎呀 你又開始了 你老實告訴我 你到底是喜歡他 還是喜歡 把他登出時遇啊 我 呃 死星 你願意嫁給我嗎 他們倆真的好笑 哎呀 好了 走 不然等會蹭不上車了 傅先生 你平時是做什麼工作的呀 怎麼能買得起這麼好的車 那車是我老闆的 我就說嘛 打過人怎麼可能買得起這麼好的車 那個啥 你們先收拾 我去給你們買點吃的 美少女的首飾店 二城哥哥 你看這是我看你的店 你的店沒名字嗎 讓我們上你的首飾店吧 真的是他嗎 死春 這是我設計的 起個名字吧 這叫 二城哥哥 還是親吧 我看一下 我 我看一下 死春 傅先生怎麼這麼看著我啊 就是 這兩個字 不死春 死春 聽不懂 明天我就要和奶奶搬家了 聽說要出國 那不是他也已經知道你了嗎 我把私車給你 你一定要保存好哦 我會來找你的 死青 我是 學校大了 啊 死青 我終於找到你了 來看嘛了 人家我 我知道了 傅先生 我小时候在我老家 会经常碰到这么大的雪 你老家会碰到这么大的雪吗 会 不错了 进展那么快 不愧是大雪天和爱情更配 哎呀 不错 这么快就拿下 思雨你别瞎说 傅先生应该是很久 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 所以他比较激动而已 我不是 他肯定是看上你的 不过你可要考虑清楚啊 你到底是喜欢傅先生 还是喜欢顶着 食欲这张脸的傅先生 思青 我有话想对你说 先喝一杯吧 热的 那个傅先生 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之前想过好几次气 但只是依附家里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 他有喜欢的人 啊 我就说啊 你不是对大多数女性 都豁敏吗 可偏偏对我们 思青不问 你说 这是不是天注定的缘分 思雨 你别瞎说 是 是 我和思青 我和思青 一直都很有缘分 周医生 难道是奶奶呢 傅先生 您奶奶的病情加重 赶紧来一趟医院吧 什么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自己是你 我清楚 能找回这个手足 我就是死了 也迷雾了 到下面去找你爷爷的时候 他也不会怪我 奶奶 我已经给你找到最了 等手术结束之后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儿臣 你知道奶奶现在 最牵挂的是什么吗 我把她掌握了 富士纪统大夫 她当年不仅 对我妈进私了酒 还拿公司的钱 养了石灵那个小三 奶奶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公司 落在她的身边 小奶奶 这不是最重要的 你今年 都三十多了 等那天奶奶走了 就再没人陪你了 是时候 找个人 照顾你了 我找到思青了 真的 那你那边记住 思青还没有见 那我还没有 跟她说我的事 那你快去跟她说呀 吃奶奶还能活几天 年前 你赶紧跟思青成婚 思青她 阿玉 阿玉 你认错人了 阿玉你别走 她好像有等的人 等谁 她有 喜欢的人 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她那个初恋 好像跟我长得一样 还跟我后脉一个情 姓史 好像叫史玉 这就奇怪了 没听说 石林 和你爸有过孩子呀 只有亲兄弟 才有可能长得一样 已经在盘时长 我刚才这时期 我打算心得思青 说明我的身份 不会 说不定啊 就是你瞎猜的 思青啊 可能早就把那个叫 什么食欲的给忘了 陆思青 陆思青女士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阿智呢 你要相信自己 在思青心里的分量 副总 这是你让我给陆 女士准备的话 打电话给思青 就说富士集团的总裁 开了他的设计告示 和风感情趣 想约他在公司见面 陆总真是想给陆女士惊喜啊 我的傻孙子 终于开窍了 希望父亲能喜欢 我们总裁非常看重你的能力 魄力想请你加入我们富士集团 富士集团的总裁 亲自与我谈设计合作 我马上就过来 思雨 我们以后不用摆他了 到底怎么回事 富士集团总裁看上了我的设计稿 邀请我加入他们 真的 我就说你设计天赋好了 是今天总会发光的 这一次一定要好好感谢下傅先生 他之前说要帮我进富士集团 一定是他帮忙引荐的 我看 是喜欢上傅先生的了 他确实很帅 也很可靠 陆思青女士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好了好了 不说了我先走了 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 思青 我希望你在珠宝设计圈一跑而后 带我脱离苦海 等我养你 有个有能力的闺蜜真好 思青 思青你等我 我会回来找你的 秀 那不是阿春吗 阿春 来 什么事 你跑这方是很别重的 阿春 我跟你爸呢 帮你定了一名新室 是私家的前期 私遥 私家 前两天你不是没空吗 我们都已经见面了 私遥这独民 真是这么做的 比你粉红的那个女明星啊 我还没想到 不知道钱多少 私遥 私亲 如果你要把这方送给你 那那个女明星 那我劝你想清楚 我和私遥的父亲思辉 已经定乎了凌鸣结婚 你可别给我 教我 私 回 五岁时他那个父亲思辉 和别的女人好上了 后来他改为个母亲 果然是臭微笑 但你老子 你这样敢冒 小小小气 这阿春的这可不真 瞧啊你爸 气 还把你抱歉 你别以为 你妈是 您好 请问 您好 请问 哟 这女的 这女的看着 都是比面的女性要轻重很多呀 副总肯定是开车来的 下雪天路不好走 只待一会儿有听见 副总 我警告 如果想让这个女孩安慰 你就答应 和私家联名 是啊 这 为私家 是不真 正好跟咱们陆续强调联合 那女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天津大小姐 啊 什么时候副事跟你有关系 我劝你最好是赶快去自首 说出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 不然你们就等着把老底做穿吧 就凭你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答应 私家的私咬脸 你爸的脾气你是亲戚 你爸要是想让你的女儿的将银消失 绝不可能让他憋在意 我劝你啊还是好好考虑 你说他是这么漂亮的女孩 他一脸真会 跟你说 看着发 要四摇联姻要 这女孩 凝宇敬损 喂 你亲妈的事 可跟我没关系 副总怎么还不来 四千 是 这先生 你不是去医院陪奶奶了吗 他现在就好了 那就好 走吧 我 发给你 阿玉 我妈终于答应我们在一起了 姑娘 那个 经常跟你在一起啊 那个帅哥前天好像搬走了 你把 死去了 你怎么了 没事 睡了 是 妈不行吗 不是 只是不爱想到一天了 是这么跑掉 应该不是 嗯 史玉 嗯 好了 不说他了 他都已经失踪三年了 我也该开始自己的 四千 其实我 你怎么突然会来这 不是副总有我的吗 看着发 要四摇联姻 要 这女孩 名誉尽损 这先生 你该不会 就是副氏集团的总裁 我 为了防止资金费负责我妈的 我的吗 还是先生帮我妈帮出以后 再看他先生 副先生 副先生 哦 是副总让我来的 是因为 下水天路不好走吗 没错 副总说 可以破例让你参加公司面试 你愿意吗 怎么敢面试了 不想去吗 不是不是 我是在想 像我学历这么低 能入副总那年 我已经很知足了 可是副氏集团的设计师 学历最低要么是研究生 要么是海辉 我真的能行吗 副总说话 当然就说话 而且你设计天路最高 如果来我们 副氏集团 一定可以给我们的 珠宝设计更善良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奇怪 你说副总 他怎么会看上我这种 学历又又没什么名气 只能接一些 散播的设计师呢 啊 你在副氏到底是什么职位啊 副总怎么会 约你来跟我谈话呢 就是一些 签个字啊 开开会什么一些 签字开会 哦 助理 我是副总的助理 你是副总助理 那之前给我打电话的 周凯又是谁啊 他也是助理 我们副总有十个助理 每一个人负责的工作内容 不愧是大公司 其实副总已经基本确定了 不过明天考发 还是要去跟副总的设计 呃 可以吧 当然可以啊 哎 再等他 我会给你一个真实的决定 你好 我叫陆思琴 是来面试的 陆思琴 这个高中毕业的 来副氏集团做什么 来公司 自然不是面试 就是来入职吧 你呢 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是副叔叔亲自内定的设计师 走个过场罢了 原来是四老小姐 请辞我来 总结在没时间等您 你们两个事都能误到四 下午的会议已经 十七啊 早啊 聊一遍 副总助理 陆小姐来这么早 没有人带你去没时间呢 本来是一个 但是被某些有权有势的人都想不到 谁这么大大 敢在副总眼皮子里下欺负你 副总 真是 是 爸怎么还想想想想 那思想 你刚刚说是谁想想 但是我同父姻女妹妹吧 叫思瑶 思瑶竟然来公司入职 肯定是父母的 我走 杜先生 左马车是怎么 他 啊 那是他女朋友 他们两个刚在一起热恋气 怪我都这么热气 对啊 他们是真爱 不对 富士集团允许搞办公室认情吗 当然 不仅可以而且 正打光 父亲这么开明 嗯 以后咱俩就是办公室恋情的标杆 那前台小姐姐去谈恋爱了 谁到我这边是啊 我带你去啊 这地方我收的很 有时候在这场 嗯 待会就是走个过场 副总已经跟我说过了 只需要给面试官看一下作品就行 不瞒你说 很多年前 其实我已经来过了 一个当时被拒之门外了 今天不可能被拒之门外的 放轻松 以后 我们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 嗯 我等会有个会先走吧 加油思琴 嗯 安妮 我认识这么久啊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叫傅什么呀 我认识 以后咱们都是同事了 虽然我是傅叔叔介绍来的 那大家也不用这么客气的 哎 哈哈 那 莫总介绍的都能带来 现在公司没有空虚在管理满味 那就要先从胡同说再施坐起来 好说好说 先走了 哎 哎 要 高中毕业的还真来历史 谁让你来的 用不着你管 路师亲世吧 进来吧 进来好 这样 哎 你进来没事 傅氏集团总裁 马上就会跟我结婚 就算你能进来 也只配给我提鞋 您好 我叫路思青 这是我的简历和作品 之前和傅氏集团有独猪宝设计合作 您可以看一下作品的第三页 高中的 哦对 我听说傅氏集团改了诱人机制 看重能力和过往案例 不再以学历作为首要考虑 谁跟你说改了诱人机制呀 我们傅氏集团一向看重诱人机制 是不能帮助毕业的 简直是浪费我们的时间 傅总裁 当然 而且你设计做得这么高 如果来我 一定可以 陪我们就把设计更加 也必须对 Gold cai 不知道 傅总裁 好 现在我的工具 泼rou 快就请你 你的工作 为什么 你干吗 你干吗 最近 嗯 宗邓 是 被讀大學的竟然敢來一屁 竟然這是什麼阿媽阿 都敢自身設計 讓公司見過我的人別生張 現在還不是和自身相認的人 讓他來公司 也只是為了在眼前能夠更好 明白你母親的死因已經在場了 那已經說已經有些眉目了 估計很快就會增加大牌 送兇手坐浪的那一天 就是我自己想 你一個人還會 敬總姐 都自身的面試也結束了 我覺得我讓別人去了 下方還有重要的會 還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簽 你完了 最好祈禱路設計師沒事 呃 待會就什麼不過場 副總理已經跟我出國了 只需要給面試官看下作品就行了 路厝司集團 你像看證人工的學弟 你這麼高興業的 這次浪費我們的時間 子晴 子晴你去哪兒 有什麼事情你跟我說 這不應該來這胖衣鼻子鬼 是不是沒事管他為難你了 像我這種連大學都沒上過的 個人設計師 就不應該有這種幻想 說什麼能經腐蝕寄託 我簡直就是在白日做夢 子晴 子晴 你不太好 那兩種面試過 副總 求求你別開除我們 是啊副總 被富士集團開除人在整個江銀市 沒有公司再敢要了呀 這兩個不成績的玩意兒 其實是怎麼教你們的 教你們對陸設計師好一點 客氣客氣 從頭過場就行了 你們倒好 把人給我開除了 我們也不知道陸設計師 竟然那麼重要嗎 主要是副總未婚妻 你也有公司 我說過我有未婚妻嗎 這 你說的未婚妻是哪位 私由啊 董事長親自安倍如此的 我們是 對 是私要親自說是你未婚妻的 而且我們還給你父親確認過 我同意了嗎 沒你沒說過 去財務部領公司 你也不用來了 走吧 好好好啊 這是個工作嗎 怎麼大不了他啊 你覺得你就沒受過這麼大的委屈 說你擺擺胎挺開心的呀 沒必要進什麼富士警察 終卡了 嗯 終卡了 什麼事兒 聽說 你今天面試出了點岔子啊 付先生給你打了好幾個電話 你都不接 是不是撈矛盾了 這麼乾脆 那指定是誤會打了 有事兒嗎 總裁知道那兩個面試官行為不正 直接把他們開除了 要不你明天直接來公司入職 開除 真的假的 對 到底 是真的 怎麼過你了 我給你打電話你不接 所以我讓周凱給你打到安 死去啊 今天是我們安排的好工作 這樣 你明天來公司 我帶你去吃江儀最好吃的 你別猜 對不起阿玉 我來晚了 沒事我也剛到 今天我請你吃江儀是最好吃的 你耐死你了阿姨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吃這個牌 我 我 對 周凱問你閨蜜思雨嗎 是思雨告訴我 這個思雨她到底是誰閨蜜啊 怎麼什麼事都往外說 思晴 你不要因為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 你設計天賦這麼好 不來公司幫忙實在是太可惜了 那 那我明天再去看看吧 不過這是最後一次了 你放心 副總為了彌補今天的過時 已經決定給你高於主管的薪酬了 啊 這麼好好的嗎 你那麼優秀 富士集團非常堪忧人才 讓你當總監都不會過 真的 看我一張看我一張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明天先 下個月加工資 真的 副總 你這水水內下最好的老闆啊 哎死你了 哎哎那個 多少啊 漲多少 啊 看 思青在公司工作的心情吧 啥 小朋友 啊 周投座 你要嚇死 是嗎 打工出力 謝謝啊 不用 哎哎哎 今天第一天上班太開心 要不要我為你還有解難 這可是我早上四點起床可以跑了三條街 去江一最好吃的早餐店幫你買的 真的不是什麼 他這麼殷勤是想怎樣啊 昨天傅先生說過他有女朋友的啊 女朋友來了 女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來了 女朋友 女朋友 啊 你來練我 什麼時候的事情 妹妹妹 我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稱我女朋友的 希希 你聽誰說的 哈哈 哈 嗯 不在在在 啊 走吧 娘婆 遇期公司打塔 不愧是公司文書不多知道我身份 的你周凱這個胡同感精過了 你來了 那我現在應該找誰報到啊 跟我走吧 我帶你去見公文主管 这是公司新来的设计师 路斯基 董财亲底 明白明白 路律师 您送我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部门的同事 想看今天给人排的事情多吗 马上一起下班 我都行 我给你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 我等你下班 总裁特助这么幸福的吗 嗯 路律师 啊来了来了 晚上一起吃饭 您身份的事 打算隐瞒多久啊 所以呢 能找到我爸被害的证据 搬到后面再说吧 这事儿已经有线索了 不过 前台那妹子 不会一直演我女朋友吧 怎么 你不喜欢人家我 我看人家挺可爱的呀 人又机灵 关键是家事又清白干净 妈不就是想让你找一个这样的女朋友吗 也不能说不喜欢吧 可是 我哪养得起人家 不就是钱的问题吗 我不用你养 副总会给我发工资的 你你你怎么在门外偷听啊你 缘分恰巧路过 你看看 你看看人家姑娘都这么能赢了 你给什么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这样 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送你一套将冰大冰 这 不够的话 这样 想要什么说 随便说 够够够 江仪的大冰城一套可得上千万呢 而且还是冰江的 这礼物可太重了 好好对人家 能够在一起的时候 好在一起就好 嗯 啊还有点事 还有一些事 最近我跟班都丁总局 如果这次我有任何人 还有 公司不要出现任何我的照片之类 照片 嗯 副总你好像忘了 你从来不拍照的 哇 而且你也刚回国 公司知道你的人都没几个 我是公司为二知道你的员工 你就放心吧 就是我还要拍照的吗 各位听一听 这位是公司新入职的设计师陆思青 大家 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 你怎么来了 陆自欣虽然说 他是总裁特意挖过来的设计师 虽然他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他的设计能力跟设计理念 也是得到了总裁的认可 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在工作当中 多一些探讨 少一些办公室政治 好吗 两位 这个是我们公司新的设计方式 二位割出一份收到 希望因为二位的加入 能为我们公司的设计增添一些活力 好的总监 一个高中毕业的 能用我做的好 一个高中毕业的 能用我做的好 谢谢啊 你真的是靠能力进来的吗 副总能看得上你 看上你什么了 是婚礼找人抢亲吗 管好你自己就是 四小姐 听说你是海龟呢 好厉害呀 这就厉害了吗 我们四小姐可不仅是海龟 还是珠宝设计的硕士呢 天呐 四小姐你不仅出身好 学习还这么好呢 还行吧 比某些高中毕业的 市强不少 哈 好啊 省得出去掏著露面給老子牛尾 你們來這裡幹什麼 你這裡不歡迎你們出去 你幹什麼還給我走開 星星你沒事吧 走開你個混蛋 拉我的手 你一定說你不能太急吧 慢慢考上 我們是地理的大師 謝謝 現在就這麼忙了 還給我 靠我了 還給我 靠我了 有你這個純鬼姐姐讓我在學校丟進了人 死了我全給你死了 不會有人真的相信 靠自己就能逆天改命吧 哼再怎麼改也比不是能自了解 出身好呢 也是 除非他能替代我成為富士的總裁夫人 他和富士總裁有封約 看什麼看 還不趕緊做你的設計圖 我要帶你去個地方 你怎麼啦 不開心 沒 是不是今天在過 我只是在想 人真的一出身就注定了結局嗎 有錢人真的只會強強聯合是嗎 啊 跟我一同入职的设计师四遥 他的出身已经够好了 但他竟然还要和富士集团总裁联姻 你慢点 你这么激动干嘛呀 没什么 你刚刚那么激动干嘛 富士和私家联姻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啊 我怎么会知道 那你那么激动 知道一点点 我就知道 肯定能从你这里套到一些副总的小道消息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你就这么八卦 打工人八卦老板很正常的号码 我要是不八卦 那也太清心寡欲 而且 什么 算了 实话告诉你吧 四遥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我还以为我能听到一个什么样的大八卦 你难道不震惊吗 我这么穷 但我有一个这么有钱的父亲和妹妹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 你查我 富总调查的 毕竟呢 你是公司的一把手 高级珠宝设计师 总得指导一下底细吧 行吧 那既然你都知道我这么多事了 你总该告诉我你叫什么了吧 你就这么想知道 嗯 这么神秘的吗 帮我笑过 啊 你干嘛 死青 下雪了 要不 什么 你先起来 别动 头发乱了 头发乱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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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做什么 你不是想知道我叫什么吗 帮我下个苹果我就告诉你 哪有你这样的 渴了喝水 我口渴就喜欢吃 我口渴的时候就喜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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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拿刀帮你瞎 我开住了 你 死青 应该不会是他 傅先生手腕上没有阿姨能管太极 死青 啊 没事 我帮你加苹果吧 你爸的脾气你是亲 你爸要是想让哪个女子在将一消失 绝会可能让他不在意 我劝你啊 我劝你啊 还是好好好 你说她是这么漂亮呢 你 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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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发 要私咬连音 要 这儿 凝欲尽寸 我還在那裡 親媽的事 可跟我們關係 四千 過兩天解決完身邊所有感染 能保證你絕對安全的情況下 在和你相認 傅先生 沒想到你還挺浪漫的嗎 谈过不少女朋友吧 没 一个都没吗 我在等一个人 阿超哥哥等等我 阿超哥哥不要等 谁啊 我认识吗 这个名字是另外的家 一个大男人秘密比女人还多 请记得皮削厚一点 我喜欢吃粒品 你再添一点 削厚一点 我喜欢吃粒品 知道了 怎么不削了 我还要吃呢 哦你没事 在想事情 谢谢 你会在家场 阿超哥哥你多分一点 我更喜欢吃里面的 你怎么和我小时候一样呢 喜欢吃里面的 里面的甜 你现在就是小时候啊 你再说我小 我可是蓝子汉了 你再敢说 我不给你啃了啊 哎 好了好了 别难过了 蓝子汉不跟你记紧 我帮你给他苹果皮 到时候苹果放我一半哦 是吧 小时候日子那么苦 我才不想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穴 李渊啊 真是善逼 你说谁凶吗 说谁凶吗 对对对对 待会是划烧了头弹 我来吧 削到什么 其实我不太会削苹果 看出来了 来 吃吧 嗯 是不是太老了 我给你勿势 怎么还哭了呢 我不就让你销个苹果吧 你究竟是谁 快先擦擦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一个大男人 欺负你呢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很久以前 我们就认识 你看着办 要跟四摇联姻 要这个女孩名誉尽损 我的乖儿子 你亲妈的死 可真的跟我没关系 我确实有事没和你坦白 那你快说啊 你为什么要瞒我这么久 现在不是最好的事件 再找我解决 可以的 我确实有事没和你坦白 附先生他 究竟是不是谁呀 他该不会被什么人给控制了吧 不行 我得着学长他问清楚 啊 妈 你大半夜的在我门口干嘛呢 吓死我了 你还吓死我了呢 对不起对不起 怪我 你有影机不能太激动 来快快快 我听到你房间有声响 就说过来看看 你去大半夜的上哪去啊 哦我 你該不會 是去和男人約會吧 沒有 我又沒有男朋友 怎麼可能嗎沒有的事 媽你找我有事啊 媽知道 你打小啊情感上就受到過傷害 包括你那個渣爹對你的不管不顧 還有張明宇對你的騙婚 還有石玉 這談得好好的突然間人間蒸發了一樣 媽他好像沒有失踪 誰 石玉 你還記得我前兩天跟你說過 我最近認識了一個人 他和石玉長得一模一樣 前兩天說的我當然沒忘 他怎麼了 你喜歡上他了 沒沒沒 聽我說 我覺得 他就是石玉 真的假的 我覺得 他就是石玉 真的假的 他現在各種行為都在暴露他的身份 我現在有九十分的肯定 他就是石玉 才九十分 那十分呢 記得我跟你說過嗎 他手腕上沒有石玉的那塊紅色胎記 而且他對大多數女性都過敏 石玉他可沒有這種症狀 那 是雙胞胎兄弟 我也這麼想過 但是他沒有兄弟姐妹 石玉也說過他沒有 別想了 反正 他不是石玉就對了 媽 怎麼這麼武斷 今晚我和他 你聽我說 這馬上就要過年了 一過年你就三十了 所以啊 媽給你找了幾個相親對象 又是 你別著急否定 媽知道 你情感上受過傷害 可人 總得往前走啊 不能因為渣男的過錯 就不找男朋友了是不 媽我覺得你說的對 可 難道 你真的有了 有什麼 喜歡的人呢 我 請 請 請 我 看 我 說 我 我 就是 那 那 你 說 我 願意嫁給我嗎 算是有吧 是那個傅先生 嗯 哎呦 成 有我就帶他來家裡坐坐 啊 啊 哎呦 你能走出感情這一步 媽真的是太高興了 媽 你這也太突然了 你會嚇到人家的 而且 我還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歡我 這也是個問題啊 你看媽 你就是覺得我年紀大了 所以你心裡著急 不不不 四季你聽我說啊 你說這傅先生和 石玉長的一樣 你該不會是 媽 你是不是想說 我把傅先生當成石玉的替身了 我猜呀 八成是 媽 他去哪兒了 他怎麼可以這樣 你當初為了他 哭得死去活來的 把自己關在家裡好幾天 那急得我呀高血壓都快犯了 石玉他 已經過去了 我已經放下了 真的 媽 我覺得你說的對 人不能因為渣男的錯誤而固步自封 遇到合適的人呢 是時候應該投入到新的感情 你能這麼想 就對了 你呀 也要想清楚 不要把傅先生 當成石玉的替身 這樣對人家不公平 受了委屈就要打回去 不好意思 我來玩 死千 我只是在想 石玉他是不是有什麼苦衷才突然消失的 你放心吧 我是不會把傅先生當成石玉的 那就好 可是傅先生他最近的一些舉動 確實有些奇怪 可是傅先生他最近的一些舉動 確實有些奇怪 難道 傅先生有什麼苦衷 他也有 他要是不好跟你說 這樣 你周末帶他來家裡見一見 來 嗯 嗯 好了 這鞋也不穿 趕緊上床睡覺啊 嗯 事情辦得怎麼樣 當年您母親被害的監控錄像已經找到 是不是實力 還有一些畫面正在修復中 看背影很像哈 但病房裡還有另一個人 父母 是 就我們什麼時候消失 最多兩天時間 盡快 然後交給警察 明白 明晚想約你去個地方 明晚想約你去個地方 明晚 去哪兒啊這麼神秘 啊 你小時候住的地方一定要來有驚喜 你來幹什麼 聽說你搬到了頂樓來辦公 這是躲著你的明明對象私藥 沒什麼事你可以下去 想得跟後媽說話 再怎麼說 我也是公司的股東之一啊 你的股份 那不然呢 你親了死後 你爸就把股份轉給了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今天來 是來跟你說私遙的事 私遙是我安排進公司 先手機手機 把電影 應該知道 然後呢 你要是想繼續當這家公司的總裁 或者說 你想保住你媽這家公司 那就乖乖的跟私藥結婚 你就這點籌碼 你媽的這家公司還夠 不配給我媽 沒事的話你可以滾了 拿著這張預約卡 晚上去一好酒店 乖乖的跟私聊 不會 啊對了我還忘了 那天的那個女兒 像露斯青似的 他的愛 那也是我的職業 啊 你連我小時候住哪兒都知道 你這人也太恐怖了吧 不必明晚了 今晚我帶你先去個老地方 老地方 一好酒店 今晚請大家吃飯 一好酒店 頂樓 天啊 一好酒店 竟然還是頂樓 奇怪 傅先生也要帶我去一好酒店 總裁團結嗎 小姐 這是發生了什麼大喜事嗎 怎麼突然請我們去江儀最貴的酒店吃飯呀 是不是我們總裁 終於準備跟小姐求婚了呀 沒錯 實力阿姨已經安排好了一切 求婚 你在副總身邊待那麼久 你肯定知道副總和四爺有婚約的事嗎 今晚他要和四爺求婚嗎 求婚 誰造的鳥我要跟四爺求婚 一派活 我敢肯定副總絕對不會跟四爺求婚 今晚就讓某些高中學歷的看看 什麼才叫高质量男性 你確定副總真的會跟你求婚嗎 不跟我求婚 難不成跟你個大靈盛女求婚 嗯 今晚可是副總爸媽特意安排 我能允許你去見見世面 就已經是給你臉了 否則你就是努力投胎 十輩子 都無法過上我們上層人士的身份 四爺小姐什麼身份 你一個三牛設計師也比得上 就是要不別請他去了吧 我看他連件貴的衣服都沒有 去那麼貴的酒店 那倒也是 四爺姐 你的禮盒 禮盒 食宿嗎 食宿 我也不太清楚 上面寫的讓你先收 我就從前來拿過來了 食宿那是什麼人 這什麼破的玩意兒 怎麼會寄到我們數是幾個 高貨是幾個 那兩天都聽不到 天啊 好漂亮呀 不是高定吧 少說有的四十萬呢 這是高定吧 少說有的四十萬呢 這個牌子 我知道 這衣服 至少得五十萬 對對對 我好像看好多明星都穿過他們家私服呢 這肯定是仿的 靠一 你 我覺得已經完成了 這一定要穿哦 沒有 你不是 我睡嗎 你不是 它是一萬一 你不是 你不是 我說一萬一才 婆婆 而且怎麼也在頂了 他發財了 他 晚上穿這件一毫酒店吃飯 不 陸思青 這個送衣服的人怎麼會姓傅 他是你什麼人 什麼 素 跟咱們總裁一個姓 這個院裡吃飯的人究竟是誰 思青 這個傅先生該不會是你的男朋友吧 他只是跟副總同一個姓而已 你們不要多想 在江儀又不止富士集團一家人姓 那也是 是啊 死藥姐 他只是跟咱們總裁一個姓氏 哪裡能比得上林農威婚說副總呢 所以晚上你們自己吃你們自己的就好了 也用不著錢玩 我再要看看你新找這個男的 怎麼跟我的春哥哥 春哥哥 阿長哥哥等等我 阿長哥哥 我們要走 咱們平安不會這麼巧吧 富先生 你發財了嗎 什麼意思 我都聽同志說了 你送給我的那件李宗 是五十萬 嗯 哦 我們副總給我發獎金了 獎金五十萬 晚上你還要帶我去最貴的一毫頂樓吃飯 那時候 那怎麼一張 也得花個五十萬 這副總到底給你花了多少啊 那我得謝謝你啊 我們副總說了 能把你這個高級設計師挖到我們公司 是我一年最大的推薦 所以一次性就給我發了 發了多少 呃 哦 十個五十萬 五百萬 招個人進來 就給你發五百萬獎金 我們這位總裁 還是不是能賺錢貨啊 為什麼 我有工資 真是一個 滾 不要滾 不不不不 你們快點聽了 反正今天晚上你打門快點 把禮服穿電壓全場啊拜拜 喂 喂 不慘 你把他們私信的地下驗刑 明晚 跟著我媽報仇 啊啊 我剛得到消息 忽然當年病房的監控記錄已經基本修復完成了 快的話 我們就可以送到警局一番 嗯 你明天去一趟郊區老宅 收拾一下 然後 私信見 嗯 好嘞 劉忽然當年病房的監控 我最愛的 還要是 你能不能把人家居住 你會不等 我會把人家居住 听说这里的顶楼跟其他层可完全不一样了 那肯定是最低级的帮箱呗 我觉得还是思瑶姐的孩子 对啊 思瑶可是我们副总的未婚妻 也就副总能够定到顶楼了吧 那你们待会记得多吃点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我去 思瑶姐 你这事也是高频吧 对啊 毕竟啊 这是我第一次跟春哥哥正式见面 他不是要向我求婚的 敬请思瑶姐邀请我们来 不总回国 我还没正式见过 终于能见到本人了 待会儿春哥哥跟我求婚的时候 做的照片还漂亮一点 是肯定的没问题 路思瑶女士是吗 是我 你现在安排什么了 姐随我来 思瑶姐 这怎么回事啊 不是应该来接您的吧 搞错了吧 路思瑶姐夫妻又进了几楼啊 你给我等等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我未婚夫在你这边 定了总楼的包厢 听不清楚了 是总楼 未婚夫是 不是 是高级酒店呢 怎么员官这么没有眼力见呢 对啊 这位 可是我们富士集团总裁的未婚妻 富士集团你总知道吧 是我们江仪目前最大的企业 你不知道我身份也很正常 估计啊 我要月底才跟春哥哥结婚呢 不好意思女士 我今天的工作 只是负责带了私心女士 去楼上的包厢 如果你需要其他服务 我可以叫人过来帮你 你什么意思啊 他不过就是个穷酸的普通员工 你凭什么带他不带我 我可是副总的未婚妻 你稍等 我跟副总确认一下 思瑶 你就这么喜欢跟我跟什么 跟李正 什么玩笑 你的朋友又不是副总 有什么觉得我争议 你派我 我敢肯定 副总绝对不会跟四妖求婚 你要不要打电话 跟你们侄阿姨确认一下 看副总是不是真的想跟求婚 说不定 成乡情愿呢 你胡说办到什么 我可是 你妖女士是吧 嗯 我未婚夫都跟你说清楚了吧 快带我们去顶楼吧 胡总说不认识你 什么 胡总说不认识你 什么 手机给我 我亲自问 请您四众 我们这里可是有监控的 来出去 留总理名誉 现在就打电话给十二个 现在打你们的脸 董女士 我带你去顶楼 辛苦了 哎哎四七 那个 我们哪个来了 不会就这么回去吧 你们想分发 瞧您说的 四亲姐你认识那么厉害的人物 就带我们见见呗 咱们都是同事是不是 对啊四亲姐 既然 孙瑶跟副总没有说好 那你就带我们长长见识呗 这些人可真会见 陆女士 陆先生你跟我说过了 可以带你同事一起 他竟然这么跟你说的 来来走走走走 四亲姐 谢谢四亲姐 谢谢四亲姐 石阿姨啊 这刚刚进去这怎么回事啊 我这刚到家 我给你发阿琛的照片 四亲 谢谢你带我们来见世面 这一号酒店顶楼的包厢 确实是不一样啊 四亲姐 你那位朋友什么时候来啊 我马上到 我猜他肯定是没钱来结账了吧 你不是去找副总吗 是阿姨说的 趁哥哥今天有点忙 所以会晚点到 我特意过来看看 你那个男的到底什么熟 副先生没有招惹你 请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 喂 怎么不会有消息 等起了 生气了吗 没有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我马上上来 喂 你到底还有没有钱来消费了 你试试 我是富士集团总裁的未婚妻 思瑶 特意抽空 来你这个包厢看看 你还来不来了 思瑶 是思佳那个天津吗 他竟然真听是你的话 喂 说话呀 你还来不来 你男朋友不敢来了 该不会是打肿脸充胖子 没钱了吧 傅先生既然说他来 那他肯定会来 可真帅 也不知道你那个男的 到底是个什么鬼样子 到顶楼了 傅先生要来了 你回来那边 需要喝点什么呢 是傅先生吗 我刚在楼下没等到你 没想到你自己上楼来了 还喝呢 紧客的都没来 喝什么喝呀 不好意思啊 请您再稍等一下 麻烦了 太好了 小姐你去哪呀 下楼就有未婚夫 富总来了 我们可以一起去见见吗 墙头草 你们就留在这儿喝西北风吧 你这日子要记错房间了 终于能见到陈哥哥了 陆思琪 等我和总裁结了婚 看你拿什么跟我 这个人 这个人 是附近称吗 阿姨 见到阿陈了吗 没呢 我刚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好像陈哥哥 我刚打电话给阿陈 他说在楼下等你 是吗 那我现在去接他 在楼下 附近于是陈哥哥 陈先生 你来了 陈先生 陈先生 你来了 四星姐 你这个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不仅人长得帅 还来得起这么高档的地方请吃饭 至少也得是大公司的高管吧 什么情况 他们都不让你是副总的助理吗 副总助理 你说 四星姐 你说 是副 还是我们公司总裁的助理 副总总共有十个助理 他就其中之一啊 十个助理 我一个刚来没几天的人都知道 你们这些老员工都不知道啊 副总虽然刚回国 但是我们也没有听说 他有十个助理这件事啊 对啊傅先生 我们都没有在公司见过你啊 你是不是为了 我追我们私亲 所以故意跟总裁套近乎的呀 想骗私心感情啊 什么情况 这 小夫 确实是咱们总裁的助理 周特助 你怎么也在这啊 哦 我们总裁今天也在这个酒店 所以 所以 还应该是跟总裁一起来 是是是 总裁今天有事到酒店 所以 我就跟着过来了 路过看到各位 就进来看看 走走走 之前都是 您经常 不例外来回跑 帮总裁处理事情 所以我们都知道您是助理 但就为 陆先生 他 小夫近期 才和副总回国 你们大家都没看到过副总 自然也没见过小夫了 对 对 好了 今天屋会解开了 那我们大家坐下吃饭吧 周特助 你要不一起啊 啊这 一起吧 哎好嘞 正心啊 周特助 嗯 您刚刚说 我们总裁也在这家酒店 您不用过去待命吗 这不合适吧 对哦 四姚走了 是不是副总叫他过去 准备求婚的呀 副总不会跟四姚就 你今天晚上 怎么有点奇怪啊 你跟周特助两个人 请你一唱一喝的 嗯 哎哪有 总裁的事情我不知道 所以你就相信我说的 我这个人在这呢 又是死了 又是死了 乔哥说好了在楼下等我们 怎么也没电电话呀 我查一下 富士集團狗才副主持人來沒來 怎麼回事 你來的正好 你是這管事的吧 副總來了應該會有記錄 幫我看一下他究竟來沒來 聽到哪個報件 副總不讓告訴其他人 這 你快查呀 他是我未婚夫我要見他 不好意思女士 我們這邊聽完只有一位 副先生盯到樓井才見 真沒有你說的副士集團 究竟怎麼回事啊 副景成後媽應該不會騙我 喂 姚雅 是阿姨 副景成究竟在哪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剛才問了阿琛 他不是已經到一好酒店了嗎 可經理說他根本沒來 只有一個幸福的訂了頂樓飯店 還有個幸福的 這是怎麼整的這麼複雜 看來啊 你們是被景成給耍了 耍了 我知道了石阿姨 我現在就去找他 哎妖妖 你什麼意思啊 副景成他早就和陸思慶好上了 什麼 哎喂喂 鳳鳴 你瞧瞧 這就是你跟你前妻生的女子啊 不是因為 咱們阿姨三年前得了重 是故國治療了 要不然我早宣布他身份 哪輪得上景山來做這個事情 師兄 三年前因得絕症不願拖累你 所以選擇不辭而別 如今 你應該遇到更喜歡的人了吧 很難受嗎 你應該遇到更喜歡的 生理器而已習慣了 思瑤 阿不是去見副總了嗎 他這麼著急去幹嘛 看來他已經知道了 必須得結束這一切 嗯 他們人呢 誰啊 武思青和傅景成 快告訴他們在哪兒 你 你是陸姐生的助理 你肯定知道他就能安排 還有陸思青 你們是不是早就全都好了 不是我真的不清楚 副總的事 我不是全部都知道啊 你們還瞧騙我 你們是不是故意 就是故意欠負我 你們太過分了 我就是要不敢走 你先放開這個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你剛不是去找副總了嗎 啊 師兄姐那個生理器來了不舒服 副總送他回去啊 回去啊 應該還沒有作願 我一定要搞清楚 不能讓他們白白給耍了 你 你們 這都這麼看著我 會尷尬的 師傅 你是不是 知道點心嗎 怎麼明天又知道了 逃门是非的吧 陆思琴你給見人 昨晚是不是跟傅景琴在一起 傅景琴 你敢搶我未婚婦 你敢搶我臉我掐死你 你不要不要 所以我先讓你近一點 之前還沒搞清楚呢 什麼知不清楚的 昨晚給你們吃飯的傅先生 就是傅氏集團總裁 你說 傅先生是傅景琴 傅先生你少給我裝模糊 你們要婚室這麼久 連名字都不知道嗎 說出去誰信呢 我可以不要臉 你真說 昨晚那個人的長相和打扮 你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 傅總經驗幫我們公司總裁助理 那思琴姐 你什麼時候跟傅總在一起的 我 我的天哪 思琴和傅總在一起 啊 思琴才是我們公司總裁的會分析 那好想 嗯 你們覺得 配得上傅景琴嗎 就他這家庭條件 翻專的都是高攤 我去找傅景中問清楚 究竟是怎麼回事 思琴姐 周先生你來的正好 不僅是人呢 副總有很重要的事情在頂多處理 他說了今晚就會跟你說明一次 今晚 我 今晚 樓上現在可熱鬧了 你可千萬別上去小心被誤傷 這次是什麼 今晚你去江區老宅等副總就行 411女士 你自己看 親自去 確實不怎麼擔心 周太祖這是什麼 這裡面是你們父親思辉 當年利用不正當手段撈錢的證據 我爸媽不可能幹沒法通事情 是假的 這就是假的 原文件已經送去警局了 就算你現在撕了也沒辦法改變現實 那我爸他 是假的 我們已經在警局了 私家的公司 慢慢也被查看了 天啊 那樣是真的 得放同僑了 不可能 你家不可能被查封 絕不可能 絕不可能 思佑當年違法了團後 便拋棄了你的母路 如今也是他應得的幫助 就看 當年就是他害得我媽媽留下你 你自己 副總處理事情應該還有一會 你要不要先回去準備一下 這麼神明了嗎 這監控視頻 你是從哪搞到的 從哪來的 重要的是裡面的內容警察也進去 你不會 你明明當年 阿晨 這都是你爸的主意跟我沒關係的啊 還有一個賤女啊 那養親狗明明是你親手拔的 那也是你指使的 你不不動吧 你才是看死你前妻的主謀 你是我親兒子 我是你親爸 你就忍心向你爸做勞嗎 你們兩個可以選擇自己去警察 還是在日子自己去 你不是道理 你說 絲毀那個王八蛋被抓住了 對 他當年賺的錢 他當年賺的錢受黑 也算是遭到了 活該 這種惡愁男的活到現在 都是老天不長眼 傅琴 傅琴 小伙子真帥啊 這以後要是沒長歪的話 給我們家四親三男朋友吧 好 好好好 你們倆快去洗手吧 今天阿晨啊 就在我們家吃飯啊 我來的時候已經洗過了 那四親先去洗吧 嗯 阿晨啊 你大名叫什麼呀 我叫錦琴 我媽媽姓錦 我現在跟他姓 那你爸爸呢 他姓傅 我不喜歡他 好好好 有事不喜歡他呀 咱們就不提他 啊 哎喲 這小伙子 真聚呢 錦琴爸爸姓傅 剛才那個電話位置 四親啊 剛剛那個電話 是父親親親打過來的 對啊 他是我們副氏集團總裁 說是晚上 要約我去老家有事情的 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做什麼 這就對了 對了 什麼對了 我媽怎麼也突然變得 神神叨叨的 到了慈性姐 嗯 我就不過去當血眼包了 副總已經在裡面等你了 好久沒回來吧 你 錦琛 紅眉 錦代表全世界 祝陸思青生日快樂 你 這個老宅是我十年之前買下的 院子裡的紅眉是去年種的 喜歡嗎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紅眉 還有你買這個老宅幹什麼 思辰 你還記得嗎 你還記得嗎 是我設計的 這是我設計的 這兩個字 獨私撐 私撐 聽不到 明天我就要和奶奶搬家了 聽說要出國 那我再也見不到你了嗎 我把私撐留給你 你一定要保存好哦 我會來找你的 你是阿晨哥哥 你 這個老宅我重新找人翻修了一下 如果你喜歡的話 以後我負責賺錢養家 你只管養了 喜歡 不對 我不喜歡 怎麼了 是不是因為我瞞了你很久 你還知道啊 你當年走的時候 我在後面追了你好久 老天婦啊 天婦你等我 我要回來找你的 我愛我 這麼多年了都不回來 我都快忘記你了 回國了也不告訴我 我都以為你 小姐 今年過年 讓奶奶和媽來老宅過年吧 好 今後 我現在 我還要 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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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歌 歌